CBA常规赛第八轮 五加球 第五位 新疆伊利特 佩根斯 一击不中 对手当即开始反击 佩根斯紧紧跟随对手冷静观察 只待对手以为有击可求 也是他一箭封喉的还击时刻 既然是自己丢掉的球 那对手也别想轻易得分 第四位 浙江方星渡 赵延昊 双方问卫阵地纠缠 眼看进攻时间寥寥无几 赵延昊本想直塞内线 不料对手不给机会 皮球显现易逐 争抢之中赵延昊灵光乍现 最后时刻三分出手 主打一个勇敢的人先得分 第三位 广州朗泰海本 郭艾伦 重新在赛场上大杀四方的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郭艾伦 在三分线外 几番节奏变化之后 对手已然被晃倒 紧跟着的就是强硬对抗打劲 欢迎回来 艾伦 第二位 上海九世沃特斯 阵地战中球队九攻不下 二次进攻 沃特斯决定 不再拖泥带水 一步踏出杀进禁区 对手同样不堪示弱 严防死守 紧要关头 沃特斯在空中拧动腰身 神奇抛头 刁钻打劲 第一位 广东东阳光 贝兹利 抢下篮板 反击的大幕随即拉开 推进速度虽快 但贝兹利依然保持着冷静 直到对手的防守已无计可施 就是贝兹利终结的一刻 瓶框轻扣 溢出屏幕的天赋一览无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